哈喽大家好 我是那个青鸡丁丁 登登 今天来看见两款阿姆家最清楚的你 这款绿色的是牛果奶昔 这款白色的叫白语黏制糕 它们的容量都是一样的 而且是阿姆家同时的产品 那么今天就来对比一下 看看哪一款起包效果最好 嗯 先来看一下这款牛果奶昔的 都掉下来外衣 诶 试一下手感 手感软软的 但是很实 闻一下什么味道 这五亿有一股甜甜的奶香味 拿出来看一下 有东西很不错 前方我家的大猫咪路过 质感很灵面 颜色很清新 脱身清脆 这个拉伸起来很轻松 这个炸耳声针接呀 再来看一下它的起包效果如何 起包速度还挺快的 采齐一分多钟就到极限了 而且起的很绵密 莫测到的有十倍左右 拉两个就像蜘蛛网一样 小起包来软棉不粘熟 再来看一下这款白语黏制糕 它有这种半透明的质感 上面的logo还是幻彩的 把它闻一下什么味道 另外有一股白茶的香味 它有这种乳白色的 手感软软的滑滑的 看起来非常沉浸温润 质地细腻 洁白无瑕 嗯 这个质感我太喜欢了 戳起来还有点弹弹的 正常拉伸很轻松 看着很水润 如果快速拉 感觉很有韧性 面包中也很强 再来看一下它的起泡效果怎么样 起泡顺畅 它们两个的起泡速度差不多 这个目测有8倍左右 它起泡来很舒服 不粘手哦 好了 现在这两款你都测试完了 感觉牛果奶昔和白语黏制糕差不多 价格也很强 这款牛果奶昔是19元 白语黏制糕是18元 让我更喜欢白语黏制糕 那你们最喜欢哪一款呢 下次还能看片票测评 麻烦你 在影片里面告诉我 别人最高的我留意测评呢 喜欢没有任何视频 记得关注哟 明天见 拜拜